一邊吹著哨子 一邊指引大貨車 逸交站在山路 冒著危險疏倒車流 指揮車輛快速通行 動作相當熟練 林先生退休後投入逸交 但這一站就是四小時 用路人的安全 第一個考量 你參與的時候一種容易 你在這裡還可以拿錢 還可以博物 逸交有領邪勤費 但同樣是義勇大隊的逸交 時薪就稍微少一點 不管是火災現場 還是災難救援 都可以看到義勇兄弟的身影 但比一比他們的邪勤費 以臺北市來說 交通勤務時薪兩百三十元 若是民間單位上大夜班時薪有三百五十塊 義勇則是均一價 每小時兩百三十元 都比公讀生還要高 而新北市義交每小時兩百元 義消時薪一百五十元相對低 以北市義交來說 如果積極兼差 再加上正值的薪水 一個月破五萬不是很高 而是問題比許多上班族還高 為了糊口飯嘛 對不對 我們也是付出我們的時間 付出我們的勞力 在這個風險上 最近在戰燈會 然後站在那個路邊而已 然後也是一台車要撞我啊 他就說我擋在他的出路去 我說我在擋行人耶 可能是笑笑的啊 或是說那不然我們就叫警察來 指南指揮沒有執法權 執勤時更要凡事小心 畢竟站在高危險路口工作 領的邪情費也是靠自己辛勞賺來的 3天新聞到底陳林玉均 台北陳某島 在這陸近線報道 在這陸近東途早 在這陸近東途早 在其他運動中 在這陸近東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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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足 上馬蕭 在這陸近東途中 上山蕭